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天阿莎带着母亲开车出门解闷 在路上两人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阿莎的母亲在车祸中不幸离开 只有阿莎活了下来 虽然失去了母亲 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 多年以后 阿莎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这天学校里一个卷毛男找到阿莎 说是要跟他商量一件事情 学校里面有一个观影活动 要观看的电影就是阿莎的母亲 曾经主演的那部恐怖片《玉雪莹》 他们想邀请阿莎去参加那个观影活动 虽然一开始阿莎并不愿意 他不想再回忆起关于母亲的痛苦回忆 但经过卷毛男和他朋友的苦苦劝说 最终阿莎还是同意了 阿莎带着闺蜜来到放映室 但没想到一直追求阿莎的胡子男 也带着一个大美妞开车前来 后面还跟着卷毛男 五个人一起进了放映室内 就在电影放映到一半的时候 不知道是哪个没有素质的人 把烟头到处乱扔 结果就点着了电线 引发了一场大火 混乱之中 阿莎集中生智 用刀片划开了大幕布后 就带着朋友们逃跑 结果撑过去后 几个人却来到了一片茂密的树林里 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就上演了 他们看到了电影里一模一样的场景 阿莎的母亲和电影男主开着车过来 还向他们打招呼 一开始几个人还没搞清楚状况 都是一脸的懵 过了很久以后 看着电影中的桥段不断的重复 他们开始逐渐明白 自己已经身处电影之中了 他们只有按照电影的剧情发展来参演 才能尽快的离开这里 于是五个人跳上了那辆车 上了车后不久 坐在后座上的阿莎的母亲 就按照剧情醒了过来 阿莎时隔多年后 再次看到母亲 还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模样 顿时热泪盈眶 接着他们开始谈论起电影里的情节 在电影里有一个超级大反派 黑衣男 他杀掉了电影中 他看到的所有在秀恩爱的小情侣 一行人在森林里乱逛 他们正好遇到了一对正在热闻的情侣 于是按照剧情的发展 黑衣男就要出现了 果不其然 他们亲眼目睹了黑衣男将两人杀死的画面 正在大家还沉浸在震惊中时 胡子男站出来 开始给大家科普自己知道的剧情 他说马上就会有一个墨镜女出场 干掉这个杀人狂 可话音刚落 还想着拿手机和黑衣男合照的胡子男 就这样被黑衣男一刀砍死了 几个人吓得赶紧跑开 可是无论他们跑了几圈 都还是在原地打转 大家经过商量后 决定分斗行动 大家分别看着电影里的主要人物 防止意外再次发生 按照剧情发展 阿莎的母亲就要和一个胖子男开始嘿嘿嘿 阿莎及时的赶到房间 阿莎的闺蜜也看到了黑衣男的出现 一声气息的惨叫开始 大家都聚集到了楼下 阿莎的母亲开始和大家讲起了 关于黑衣男的传说 画面一转 来到了一个黑白的世界 原来黑衣男小时候 曾经有过一段惨痛的童年经历 黑衣男曾经被一帮小园恶霸欺负 那帮熊孩子将鞭炮点燃 扔进了厕所里 将黑衣男炸得面目全非 从此以后 黑衣男就彻底黑化 他戴上了面具 杀死了所有那些 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 之后还等着另一拨人来报复自己 而黑衣男将会杀死所有的人 听过这一番话 胖子吓得开车就跑 没想到在路上 他们看到了已经死去的胡子男 站在路中间 一个恍神就撞了上去 顿时车毁人亡 剩下的几个人也目瞪口呆 重新回到房间后 他们开始按照重新商量对策 按照剧情 必须有一个女人来杀死黑衣男 于是阿莎的妈妈主动站出来 可是大美妞说 一个条件就是那个女人 必须是个处女 阿莎的妈妈只好默默地坐了下来 大家商量好了一个计划 他们打算在房子里 给黑衣人布置下一个陷阱 准备好诱饵 将黑衣人吸引过来 然后众人合力杀死他 随后阿莎和妈妈在树下聊天 母女谈心 紧接着大家开始准备实施计划 由阿莎的闺蜜 跳上一段热辣的脱衣舞 果然黑衣人出现了 眼看着他已经中了陷阱 就这样挂掉了 可谁知道 黑衣人用满血复活 杀死了大美妞 阿莎的闺蜜 以及胡子男 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火球的黑衣人 仍然追着阿莎和他的母亲 阿莎的母亲含泪告诉他 只能有唯一幸存的女孩 来杀死黑衣男 就这样阿莎的母亲 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主动跳了脱衣舞 吸引了黑衣男 阿莎就这样看着母亲 为了救自己而死 母亲死去的一瞬间 点起大刀 干死了黑衣男 电影最后阿莎在明亮的病房中醒来 还看到了已经复活过来的朋友们 十分高兴 但随着诡异的背景音乐的响起 以及病房外 正在亲密的医生和护士 大家突然明白 其实他们还在电影中 而这部电影就是 《欲雪莹2》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